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有五个勇士 派五个人 然后去窥探 窥探 他们在窥探的时候呢 刚好来到以弗所的山地 进了米家的住宅 就在那里住宿 那他们靠近米家的住宅呢 听出少年人的口音 表示什么呢 他不是当地人 他是外来人 所以就近期问他 谁领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得什么 这三个很基本上的问题 但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所面对的问题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是从哪里来的 水领你来的 是人领你来的呢 还是上帝领领而来的 在这里为什么继续居住下来 你有得到什么让你怎么在这里不走吗 你看他回答说 你家带我如此如此 请我做祭司 哎呦 你是个祭司耶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 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那祭司会回答他说 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 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给他们说一些好不好过去的 然后五人就走了 走到那里 走到拉义 拉义在北边 从那边走到北边 耶诞河北边的地带 看见那里的民怎么安居无利 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 那地也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 而且离西顿人又远 所以来讲的话 没有人跟他们做来往 所以五个人就回到什么 索拉跟以斯陶的地方 见他们弟兄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们上去恭喜他们吧 我们已经亏他那地 那地甚好 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 要急速往那地为业 不可辞言 你们到了那里 必看见安居无利的民 地也宽阔 神里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 那地百物济权 欲无所缺 四个福地 四个美地 这一般人说找了那个什么 很好的地方的 于是我们看 这个什么 弹族中的六百人 各带的兵器 从索拉跟以斯陶前往 然后先上到犹大的怎么样呢 激烈耶林 在激烈耶林后面的安营 之后来讲的话 他们怎么在那里 从那里往以法连山地去 去到哪里呢 来到米家的住宅当中 米家住宅当中 那五个人呢 从前窥探 那一地的五个人呢 对他们弟兄说 这宅子有怎么样呢 有这个以弗德跟家中的神像 并雕刻的像跟住宅的像 你们知道吗 现在你们要想一想 当真量行 五人怎么样就进入米家住宅 到那少年人 立位少年人的房间里面 问他好 那六百个人 弹人怎么样 各带的兵器 站在门口 那五个人走进去 将雕刻的像 以法德家中的神像 并筑成的像 都拿了去 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 一同站在怎么样呢 那个门口 五个人进来以后 来讲的话 把这个带走以后 那祭司就问他们 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你不要做生 不要做生 用手勿他口 跟我们去吧 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 你说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说以色列一组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当他们这样讲以后 这个年轻的祭司来讲 我立位很高兴地要命 为什么 升等了 变成一组一支派方面的祭司 就跟着他们走了 后来我们看到 来讲的话 米家有没有追他们吗 米家追来了 因为怎么样呢 这个神像带走啊 还有祭司带走对他是个大事情 有没有啦 米家怎么说呢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跟祭司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生的任何东西吗 怎么还问我说我做什么呢 但你对他说 你不要怎么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你看恐吓他们啦 恐怕有暴力的人攻击你 那是你跟你的前家怎么竞斗上命 所以来讲的话 这数来讲 已经怎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米家一看 情势也奈何不了他 他就转身回去了 转身回去了 但人就把什么呢 米家带到什么 拉伊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而且他们是躲起拉伊的城 躲起了拉伊城 但人就那里修主怎么样呢 城墙 但他们先怎么把那地人怎么杀了 杀了之后来讲的话 再怎么烧了 然后再修建城墙 然后把那个地方建了城墙 取名做弹 这是弹珠在那边的一个事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